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实现了一下 这个地规函数 那接下来呢 再往下学 还剩下两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一个是我们的币包函数 或者叫匿名函数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变参数形式的一个函数 那首先先看第一个 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呢 也叫币包函数 它是允许临时创建一个 没有指定名称的函数 也就是不用起函数名称 那这种形式呢 以后在我们学js 或者gquery的时候呢 经常会使用的到 那在这呢 简单的带着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匿名函数就可以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func10 接着呢 接着呢 在这可以写成一个 dollars test等于一个function 不用起名称 如果有参数的话 你可以来写这个参数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 分号 在函数题内呢 我就echo this is a test 接着你看一下 当想调用这种函数的时候 只用以变量函数的形式 来使用就可以 那现在你来看 是否能看到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如果有参数也行 写成一个 dollars test1 等于一个function 在括号内 你来传上的一个参数就可以 写成一个username 接着分号 icho say hi to dollars username 同样的 在调用的时候呢 你也是 dollars test1 括号 写成一个king 进行调用 这是直接输出的 say hi to king 你要享有返回值呢 也可以 dollars test2 等于一个function 直接return一个 123 好 那接着我调用的时候呢 我可以挖dump一下 它的返回值 test2 返回的应该是一个 整形的123 dollars test2 来看 整形的123 这就是必包函数的一个形式 那接下来再往下看 这个呢 以后在学js chquare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简单的先看一下就可以 再看一下下一个 最后一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可变参数形式的函数 有的时候呢 你不知道 我要用到多少个参数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这种可变参数形式 那接着呢 在这看到有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呢 就可以帮你实现这种 可变参数形式的一个函数 首先第一个 FUNC Number Argus 它的作用是 得到所有传入函数的一个参数的个数 那第二个 FUNC Get Argus 它的作用是 得到指定参数的一个值 那第三个 FUNC Get Argus 它的作用是 得到所有传入参数 形成的是一个 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这样的形式 好 我们简单先看一下 你再在这定义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FUNCTION TEST 现在你不知道 要传入多少个参数 那可能你调用的时候 你调一个TEST 传一个A 传一个B C 接着呢 你再传一个King 可能传这么多个 对吧 那在函数体内 你又想得到 一共给我传了哪些参数 你又想用到这些参数的值 这时候 你就可以配合上 我们的这个FUNC 相关的这几个函数 首先先得到一下参数的个数 可以echo一下 或者写成一个 Dollars Argual Numbers 等于FUNC NumberArgual 你可以echo一下 应该一共是五个 来刷新 得到的是五 接着你说在这动态 再来添加 1111 又加了几个 你看到 它就会跟着来变 一共十个参数 那再往下 得到它之后呢 我们再来 我想得到每一个参数的值 首先呢 你可以通过 FUNC GetArgual 来跟上指定的参数 你要得到哪一个 那接着你说 想得到一个 你写一个1 看一下 这个参数的下标 是从几开始 是从0开始 还是从1开始 那接着你看到 当你写了一个1的时候 得到的值是B 那证明 第一个参数 它的下标应该是 从0开始 好 A就出来了 当你想把每一个取出来 当然你说 我可以把它复制一遍 可以再来输出 下一个 这样的形式 也能得到你的B 对吧 但是重复的事情 应该想到用什么呀 对 用循环 那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们已经得到了 通过FUNC NumberArgues 就可以得到 那现在你就可以写个 Full循环 $i等于0 $i小于等于 $Argual Number 接着$i 加加 想得到每一个 只用Echo一下 FUNC GET Argual $i就可以 你看一下 是否能得到 每一个参数 刷新 ABC ABC KING QUEEN 111 全部都得到了 这是通过Full循环来实现的 同样的 我想得到所有的参数呢 也可以通过 FUNC GET Argual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Argual 你可以打印一下 这样一个 GET Argual 小于它 或者小于等于它 减一 好 再看一下 接着你看到 所有的参数 都在我们这个数组中 不信的话 你动态再来添加 写上一个 This is a test 又传了一个字 接着又加了这一项 返回的是一个下标 连续的 所以数组 当你还想取出 每一个值的时候 这时候是不是就简单了 便利一下数组就可以 For each Dollars Argual As Dollars Argual Echo 一下Dollars Argual 得到每一个参数的值 也可以 ABC KING QUEEN 这一堆 Let's say the test 有了这三个函数 就能帮你实现这种 可变参数形式的 有一个函数 就像我们这个数组中 有一个合并数组的函数 Armwatch 你不知道我要合并多少个数组 那可能这个函数内部 是不是就要用到这种 可变参数的形式 对 没问题 好 那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两种形式 简单看一下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